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由我许晨一个人来和大家聊一聊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想帮社运友或者抗争友 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话说在两年前年底的时候 就是立场新闻有很多前高层被捕 即日的下午就已经宣布停运 转眼间就已经两年了 他们的审讯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已经到尾声 两年过去 如果你真的对于他们这班人被审讯 觉得他们的罪名完全都不是这一回事 是不是应该要积极地每一天都要为他们 奔波一下能够有什么方法帮他们平反 帮他们脱身 不是到春秋二祭的时候才出来做个联署 做个声明 这些不知所谓是没意思的 就是对于准备就来蹲监的这些 立场新闻前高层 你出一个联署声明也好 两个也好 一百个也好 就算出到一万个也好 都是没意思的 他也是准备洗定8月15日去坐监 那发生什么事呢 话说还有24个国家 包括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澳洲 瑞士 挪威 西班牙 瑞典 总之是数得出的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 原来他们在一起做了一谈 媒体自由联网 他们发表了联署 看到英国的政府官网也有刊登这个声明 挺好笑的 他们这班人真是抽水无极限 如果英国政府刊登这些声明 就会令到那些疑英港人 就会深深受到感动 感动的话就不如行动 即使在香港那些 蠢蠢欲动 想离开香港那些 可能真的会在言起行 香港民主自由 甚至乎什么新闻自由 越来越狹窄 越来越收紧 没有东西好说 说不了话 所以要离开香港 不想小孩子日后都不敢说话 洗脑教育 很多这些说话 其实我近来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有子女行间 听到一些旧朋友 或者是一些亲戚 有类似的说话 即是黄尸的朋友 回来了 这个联盟 又说到非常夸张 就说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 还有这个值得我们很关注 还有今次的重点 就是叫做独立媒体 持续受到特区政府 和中国的攻击 甚至乎打压 就叫做深切关注 我就拼拼地投了 对于香港那些黄尸的独立媒体 就是他们自己搞的 例如因为一传媒 刮到老衬 他们就四散 就各自各动之旗出来 你就叫做什么媒 我就叫做什么媒 我就叫做什么媒 我就叫做什么报道 我叫做什么记者 这样 自己就整个小小的媒体出来 就说为大家继续发声 还是怎样的 就要去报道一些香港的媒体 未必叫做够胆报的东西 其实你们都是看着某些的新闻 然后就再去写你们自己的见解 那好不好看呢 或者是不是引号香港人那么需要呢 这个很好笑 你说海外的其实都相当多这些黄媒 老实说 特区政府和国家方面 怎样可以打压你们 你们有得你们说的 甚至乎那些通緝犯那些 我意思是指国安处圆红百万那些 他们都是在牙斩斩 继续做一些YouTube的节目也有 或者在他们自己的Facebook也有 好像是罗冠聪 继续去放Patreon也有的 有没有人订阅 有没有人看一件事先 他们仍然可以说到一些他们想说的东西 当然都是抹黑造谣 很夸张的东西 或者把一些国家的问题 放到无限大 失业率又放大 然后在哪里地产市道不好 那些楼子没有人买的那些 或者在哪里人吃东西吃到肚痛 都可以用来说猛 还好笑 就是说促请国家方面和特区政府都要履行承诺 维护香港高度自治 还有尊重普世权利和人权 哎 闷得哭 这些基本法已经写在这里了 言论自由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叫煽动性那些 就真的太过离谱了 其实最近年底也有一帮甲怪 帮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近这一年 有几多人犯了这个叫煽动罪 这帮奇奇怪 你也好意思写出来 就是你写出来丑不丑的 有几多人就在网络上写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所以就犯了这个煽动罪 然后被捕 好 老实说 如果你们写到那么疯 那么夸张 诅咒谁谁死 或者怎样去全家什么什么 或者说一些很侮辱性的说话 对于国家方面 什么港独 又有什么发动战争 那么夸张的那些 老实说 回来 大家还记得吗 较早前 有些香港的消防员和警队人员 去了加拿大参与了一个运动会 就是全球的警务人员 消防员 就派一些建议去参与这些运动会 我还记得有位警员 应该是警员 我没看错 就说了一声 哇 你这些什么死黄丝 哇 他们对于这一句 又说恐吓又说性 如果这样一句 你都说恐吓 甚至怕不敢出街 如果以他们这些人的标准 死黄丝已经是恐吓 哇 请问 你们说到这些 又说要制裁 又说要送去海牙法庭 又说要港独 什么勇武抗争 起义 港独 又要找哪里帮手打回来 又说要组织军队 如果说到那么疯狂 你们还不是善动 不止 应该要重判 终身监禁 如果以他们的程度来计 你们自己的标准去到那么高 如果叫死黄丝 就已经是恐吓 那倒转是一样的 我假设不是跟回法例 还搞笑 这个联盟还说 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加剧了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情况 新闻工作者被控煽动 这些个案都有所增加 又说违反了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些 好闷啊 都说得没了 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的标准是这样的话 你们死硬 快点坐牢 那更精彩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的节目 或者你有留意到我们 对于这些黄媒的打压 他们的持续发展不行 不关特区政府的事 也不关国家的事 我们就拿回今节 应该都要说一下的 陈朗星 即是记协的主席 他所工作着的黄媒 Channel C 你们那些课金 会员那些 是没有人去给你们 你们黄师那些 仍然可以给你们Channel C 就算海外也好 留港也好 为什么不给你呢 例如海外那些 我看到有一个更好笑 其实他做的内容 都叫做OK 就是写的东西 都叫做快手 你说是不是一流水准 又未到 还说自己 哎呀我们都是 一个由读者资助的新闻机构 免费为香港人提供新的新闻资讯 最新最快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维持日常运作 可以继续保持独立报道 不用受到商业或者政治的关系影响 因为呢 如果你有时有些广告客 还是怎样的那些 你又真的要小心 如果太政治化 就可能真的都不用了 虽然我们团队规模很小 但是暂时来说 都日不夫知 面对着这些财政压力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希望透过信用卡 单次赞助 或者Patreon 每个月就赞助 令到我们走得更远 跑得更快 跑得一只狗 都没有人 即是没有人打压你 这个是海外的 你在海外的话 都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又不愿意付钱 又想免费看 就是这样 他们这班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觉得呢 你一帮我们在争取民主自由 要我们拿钱的吗 为何要给你钱 那些梁令杰 周梓洛那些 还给了一条命 那你们也继续做下去 但是呢 这些人就想有个媒体 就是邀请一帮人来做 就是做多些事 Channel C之前有金主给钱 给钱 发觉这班人都是吃失米 又或者叫长盆难顾 都不想再给他们 搞到出来要招货金 谁知道发现了你招货金之后 这个陈朗星就走了去 类似夜宾婚的那些 就吃20元5粒烧米 有个辣酱是主打的 被人骂 有没有搞错 货金给你吃烧米 还有迪士尼 不知道有魔术奇缘 还是有什么事 就走去迪士尼 被人骂 我货金给你迪士尼 其实就算你们不受到商业的影响 或者政治关系的影响 其实你都受到这些黄丝的政治 要盲目附和这些垃圾 所以那些什么蔡玉玲 他自己也有出来搞的 那个也是有回当年在港台那些 对于数据方面的分析 收集或者后期功夫是做得挺好的 不过他们有这些立场的偏颇 掩住一只眼 爆眼的人 只剩下一只眼 所以写的东西是很偏颇的 你有多好的数据都没用 所以又是没有人给钱的 又是半天钓 所以没有人打压你 打压的你 是你们自己人打压你 是你们自己人不给钱你 我就不信了 一百几十都没得给这些人 其实就不是很贵的 对于这些黄媒的会费或者支持 你不给得多的那些 给一点都算是可以的 我自己看有时的YouTube频道 其实我也免费看 你做会员可能会多几条片看 但是为什么我会做某些频道的会员 就是我看他拍的影片很辛苦 例如他做运动的那些 去跑山踩单车 跑什么路线走什么路线 由头跟到尾有人帮他拍 拍完他回来剪 流汗又要单车链 又要其他器材等等 才可以做得到 不给都可以 但我自己觉得想支持一下 让他日后继续拍多些 我也会给的 虽然不是很多钱 唯一来都是几十港元一个月 这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心 你们这帮黄友就是没有心 看到这个陈朗星 他在社交平台也有说 他说自己的心态上 都开始叫退息 即是退黄 他说受到身边的人提醒 才记得 原来这一天 立场新闻停运了两年 其实大家都不想听到的消息 都是持续的 没有停过 他说这一天 已经不算是最令人伤心和震撼 即是他觉得 立场新闻当年 不能做的话 当然是震撼 因为以前是在立场新闻做的 还记得他有一段时间 真的找不到工作 后来才找到Channel C 他还说如果记协的主席 你不是记者的话 请问你怎么是记协的主席 记者协会 没有理由做foodpanda 没有理由做deliveroo 你做这些 怎么可以叫自己做记协呢 一边送外卖一边去做采访 不是的 他说回到当年 但是知道其实没什么可能 所以连自己的脑机 都开始叫做退息 你们这些退息 老实说是你们自己做成的 你想想 你们这些黄友都会去内地玩 戴着头盔和猪嘴拍照 像史莱姆那些一家大小 那时候戴着头盔拍这些照片 现在去深圳玩 拍影片拍vlog给大家看 有什么好玩好吃 还有其他那些 打边奴 买高达 买完模型还说 不要给香港的炒价赚 哇 还教大家上去买 当然有一些很本土派的 都会买几盒 在本土给大家看一下 继续吃黄店 也有 不知为什么 这些黄媒是缺乏这些人支持的 可能他们觉得不用付钱也看到 那我为什么要付钱 你黄店不是 你要付钱才会给你吃 即是你去光荣兵室的 你真的要付50多元 你才可以吃到三蛋 鸡扒饭 还是什么鸡腿饭 虽然鸡腿炸到里面生 因为你会觉得 我付这个钱 我就会有这些东西吃 起码我都要先吃一餐 但是如果你这些黄媒 我付钱你也有得看 我没有付钱你的也有得看 我最多都是来按个like 给他支持你 最多是分享你的新闻 没有的 但是这样下去 别人是维持不了的 如果你真的想维持着这种声音 理论上来说 你应该要继续付钱 你不可以想 他又不付 为什么我又要付 我付了 他不用付 那他不是很着手 他不是免费得看 我还要付钱 我不是很傻子 如果你们真的有理念 是真的 应该盲目地去付 不过刚才陈朗星的说话 叫退息 就是这样 当年这些立场新闻 为什么他们的户口 有几千万 就是这样 因为原来是有一群人给钱 他们 是觉得应该要货金给他们 让他们继续去现场报导 直播 看看他们口中的皇军 是不是真的有打黑暴 如何租责他们 要拍下证据 那时候真是很疯 此时彼此时 612 断亿计的捐款 还有什么星火 动动也断千万 断千万 甚至乎傑斯 又是可以拿到千万 阮民安的也少些 其他人 每个都一百多万上落 你想想 多么可怕 为什么现在会没完呢 就是很明显 不单止陈朗星 你自己觉得退息 其实他们也是退息的 有钱的 不如留给自己 去日本 有空回家 逃避现实 如果到时回来香港 存够钱 又去多一次 就是这么简单 几天逃避现实 回来 什么都不要管 继续上班 下班 买名牌 饮饮食食 平时就先捱两个饭 有空就去日本 就是这么简单 2019年 就发了一场萌 就是这样的 那些移民 老实说 他们现在 又是不理你们这么多 一开始理的时候 又说 要为香港人发声 要帮香港人说话 去到英国的话 不能忘记香港人 还是什么 他们不能说 我们要更多 有空要出来说 越来越少人 现实是很残酷的 好了 希望你们2024年 就不要那么疯狂 不过我们预期 都会有这些黄会去倒閉 你没有商业的元素去支持的话 你是很难做的 其实在科网年代 那时候我都见过不少 就是希望可以借着这些会员费 都可以帮到手 但是其实很多都不行了 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